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志哥 每年端午节的时候 吃粽子基本上都会吃到响吐 但是今年的话 我买了六种粽子回来 这次的话换换新花样 应该就不会吃腻了 看一下他们分点是 灰水糯米粽 这个是蛋黄五花肉粽 然后这种是红枣粽 这种是蛋黄鲜肉粽 这个是鲜肉粽 然后这种就是 有板栗的那个鲜蓉做的 鲜蓉红豆粽 现在拿去接热 等一下试吃一下 看怎么样 粽子蒸好了 先把它一条条剥开 哎呀好烫 最后一只也剥下来了 看着真是五花八门 好了现在开吃 好了粽子已经接热好了 开吃 首先吃哪一个呢 吃这个 糯米灰水粽 这个我切一个 不过这个是没有 没有糖也没有 那个盐的 只能加一点 我喜欢加这个蜂蜜 加点蜂蜜啊 每年吃的就是这个 老公药 接下来什么呢 接下来这个 以前就没吃过 这个是有板栗的 板栗粽子 板栗粽子 我尝一口一下 这个 是甜重啊 不过加点蜂蜜的话 应该味道会更好啊 接下来这个也不是甜重啊 这个是红枣的 如果加点蜂蜜应该会更完美 那再下一个又是 哪个呢 是这边应该 这边这个应该是咸重了 我看一下 蛋黄重 这个就有蛋黄的 咸重了 嗯 咸不咸 哇 有的蛋黄的好香啊 这个不错 接下来这一个 什么粽子呢 这个呢 哎呀 这个鲜肉粽子 我看一下啊 嗯 吃的有点腻啊 有腊肠的 这个 嗯 好香 这个香 太香了 嗯 这个好吃 啊 最后一个呢 最后一个 这个是什么呢 有红豆的 这个 红豆鲜肉粽 看一下啊 看一下 啊 这个也是咸重 哇 这红豆好香啊 红豆鲜米 哇 哇 吃好腻哦 尽量吃粽子 又是吃很腻 粽子是糯米做的 两手 黏黏乎乎的 这次吃粽子 又吃的很腻 虽然买了六种粽子 还是 但是因为它是糯米做的 还是很腻 两手 还要吃粽子 肉粽子 糯米做的 乱